咱们刚刚所说的这个Gvint 其实呢 它就是用了一个单进程 一个单线程 里边有多个函数 是不是相当一起跑吧 最终来实现的 当然它里边一定有monkey的patchout 否则的话 你所有的阻塞的位置 通通都你自己换 这几个问题 这就很麻烦了 patchout呢 帮咱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就产生了个问题 多个进程的 就多个进程的效率 不如多个线程 多个线程的 不如一个线程里边 有多个函数可以理论上讲 可以一起执行 但是实际上 是不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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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的 那么也就是说Gvint 如果咱们想来去剖析一下 Gvint大体的一个实现过程的话呢 那么Gvint呢 基本上咱们可以这么理解 咱们可以这么理解 一个进程里边的一个线程里边 竟然还能实现为多个套件子服务 那么这个原理 它应该是怎么实现的呢 接下来咱们就研究一下最练了 是单进程单线程里边 有多个套件子 是不是都可以去服务了吧 那么你怎么知道这个可以收 你怎么知道这个可以发的呢 说的更严格直白一点 接下来我就带咱们大家 去验证验证 去研究一下这个 它一般会怎么做 接下来呢 我要给大家带来一种新的方式 叫做非读色 叫做非读色 首先大家要明白一个词语 非读色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读色的反义词吧 accept默认读色 receive是不是默认读色吧 其实我就很纳闷 你用的是写程的话 那么也就意味着 好多个函数里边 都有可能都会出现receive 没错吧 那么一个receive只要一掉 那么整个线程就堵塞了 那么整个线程就堵塞了 它怎么可能 或者它怎么实现的 它再切到另外一个函数里边 去掉receive的呢 你说是个道理吧 只要一个receive掉 整个线程就卡了 那么只用几英文 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那么这样这个地方咱就研尖咬 copy 零色 然后再来一个零八 叫单进程 然后单线程 然后非堵塞 来实现 来实现 好了 VRM08 VRM08 在这个 刚刚 按钮 在这个地方咱们 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咱们之所以用多进程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我想同一时刻为多个人一起服务 但是只要有一个receive掉用了 但是这个时候数据偏偏没有到来 是不是整个进程是不是全卡了 别人就服务不了了 我才用的多进程 你说是个道理吧 我等着你的资源到来的时候 你没来 那么如果我是单认为的 我立马卡 立马堵了呀 如果我为你服务 我找一个进程来为你服务 这个进程带去掉receive的时候卡了 请问会影响着其他的进程卡吗 不会呀 所以说咱们才会用多进程多限制 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差点 那么同学们这就来了 我就用单进程单进程真的就不能实现这个任务 我告诉你 可以实现 那么实现的方案应该是怎么解决的 同学们 我大体上给大家咱们先说一个大体的流程 来同学们 我打开个这个地方 把它换成python语言 好了 我这个地方呢 我简单来一下 如果我创建了tcp server socket 假如说tcp server socket 你要听 我创建了 但等不创建了 等于省略了 这里边等不创建了 我就省略了 那么我创建了tcp server socket tcp server socket .accept 大家想想这是什么 是不是等待可不弹道来 因为我想一直服务下去 我肯定应该是w2 这个没错吧 那么我只要w2 出了 请问同学们 在没有用户来链接的时候 我是不是在这地方卡了 只要有一个链接到来 我接下来就有个new 下回现socket new socket 然后new adress 按理刷 是这个样子了吧 那么我接下来 为了能够实现 为这个客户端 在服务的时候 不会影响到 我不能接收到其他的用户 所以说 我得到了这个新的套件 这个时候 我立马创了个进程 让这个进程里边去做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进程里边 到底过什么呀 怎么 是不是 接下来咱们简单说 大体过什么 是进程里边 接下来就是newsocket.receive 收数据 接下来newsocket.socket.send 是不是发数据了吧 如果这个进程运行到这儿的时候 他没有收到数据 比方说数据还没有到来 请问你这个进程是不是就卡在这儿了 为了能够 不会导致 我接收到请求之后 我接下来去调这个的时候 在等待资源到的期间 不会导致别人链接不上我 我是不是应该想方设法 然后接下来我再有个箭头过去执行这个地方 你说没错吧 所以说咱们就说了多进程多现成吧 那么我现在的意思是能不能用单线进程 单进程来实现 其实是可以的 注意看流程应该思想是什么 同学们 核心点 为什么要用多进程 是否是因为这样的东西 是不是都在堵塞功能 那么我只要不堵塞 不就行了吗 好了 想要让一个套件字不堵塞 注意了 所有的套件字默认都堵塞 不堵塞怎么办呢 TCP server socket.set blocking 然后false 这一句话 设置 设置 套件字为非堵塞 堵塞的方式 这么说能理解了吧 我想把套件字设成非堵塞的方式 那么我就用它 我用它 那么我设成非堵塞的方式 来同吧 那么将来这个地方我记下来 我再去receive accept的时候会怎么办呢 我再去调用accept的时候 注意了 我记下来不是等着客户单到来吗 客户单如果没来 你这个时候的这句话 立马会产生一场 那么也就是说 我不想让你产生一场 或者说产生一场的时候 我成就不挂 我是不是就用刷给你抱起来了吗 那么同学 你觉得为什么会产生一场 咱们原来默认是堵塞的 我过来的时候 目的只有一个 是不是等待着别人到来了吗 你现在把我设成了不堵塞 我过来的时候 我去取数据 我一看数据没来 你告诉我不堵塞 我立马按理说 是不是要返回职呀 我如果没有返回一个合适的职 你接下来处理的时候 必挂无疑 没错吧 所以说怎么办呢 你如果在去调except的时候 但是一看对方数据还没来 对方数据没来 我怎么办呢 就产生一场 听懂我意思了吧 我就是不返回职 我宁愿产生一场 我也不返回职 返回职严重拖我 对吧 但是我产生一场 我只是告诉你 数据还没来 你调用我的时候 你过后再调进 好懂吗 也就是说 我接下来通过except exception exception 是怎么写吧 exception 刚多写了e as比方是it 那么接下来 你这个地方 你爱干啥 是不是干啥了吧 只要是产生了一场 请问同学们 意味着什么 没有客户端到来 没问题吧 这个地方咱们可以答应一句话 就说没有新的客户端 到来 那么如果要是 没产生一场 那你觉得是什么意思呢 我过去调这句话的时候 没有产生一场 请问意味着什么呀 正常执行 也就是说 是不是他返回了 一个新的套件的 那么请问 是不是这个地方 也就标记的 是不是有一个 新的客户端到来了吧 只要没有产生 异常 那么也就意味着 来了一个新的客户端 那么请问 来了一个新的客户端的时候 咱们应该干什么呀 接下来receive 大家想想 怎么说 如果你要是接下来 new socket 的receive的话 请问同学们 会怎么着 一个套件 咱们说了默认是怎么着的 赌了吧 那么你刚刚创念出来的 返回值的这个套件 请问你只要一掉它 会怎么着 立马又赌了 你说是个道理吧 赌到什么时候位置 接收到数据 是不是才为止了吧 所以说同学们 你觉得咱们接下来 要receive的时候 应该是不是应该 把它射成非堵塞 才请了吧 好了 那么大家想一个问题 我接下来 是不是应该是 new socket set blocking 是把你射成 非堵塞的方式 把你射成 非堵塞的方式 我把它 把它也是 能非堵塞的方式 请问 我接下来 再去一掉 这个哥们的时候 意味着什么 有数据到来就正常 没有数据到来 怎么的 百分之百 又是异常 好了 可以吗 那么accept accepting as it 那么请问 这个时候 是不是也就意味着 这个 这个客户端 没有发送过来数据 是这个道理 如果要是 没有产生异常 那这又意味着什么 客户端发送过来了 数据 是这个过程了吧 请问发送过来数据之后 你接下来 你是怎么处理 你爱怎么处理 是不是接下来 就是你的事情了 对吧 好了 这个v2 我在模拟边 我接下来执行这个 非循环 进来执行第一步 这个产生了异常 请问 怎么着 我一定要它产生了异常 怎么着 没有客户端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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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服务器一定先走吗 我假如说我现在没连 这个东西一直产生异常 一直产生异常 产生完异常之后 执行完这一句 执行完这一句 接下来没有代码 是不是急着 这执行完要出 一直执行完 在走走走走走 恰巧 我这个时候打开浏览器 我连了一下 那么请问 当它接下来 再去执行这一遍的时候 诶 再次调用accept 会怎么着 有了吧 还产生异常吗 不会了 那不会的话 accept就不执行 是不是执行ELS 请问接下来 我执行ELS的话 咱们刚刚说了 我把这个新的套机子 也剩成为紫色 接下来我就收数据 你刚刚连接成功 有可能请求 是不是还没有过来 假如说这一执呢 还没有过来 我这个地方怎么着 是不是依然产生异常 所以说出去了 我接下来再去执行 请问同学们怎么着 我是不是判断 有没有新的客户端到来了 我有执行到 我再去判断 判断数据到来了吗 就是上一层的那个套机子 我有判断数据到来了吗 我想要执行这个 必须这个没有产生异常 没有产生异常 是不是一个新的客户端到来 我接下来是不是还会去看看 有没有收数据了吧 也就是说这种时候 必挂无疑 不行 为什么呢 请问同学们到底为什么 我当我这一次的时候 如果没有产生异常 来了个新的客户端 你把这个套机子 说成废证之后 你接下来等个收数据 如果这个客户端的数据 刚刚连接成功之后 立马过来了 你这个地方没有产生异常 你接下来该怎么做 是不是就怎么做了吧 那偏偏人家连接成功 你之后没有发过了数据来 你这个地方是不是产生异常 产生异常就直接再进化 你立马就出去了 再循环 你接下来再循环的时候 请问同学们 咱们接下来应该 检测哪一些套机子 第一个套机子 是不是这个套机子 是不是用来看一看 有没有新的客户端到来 而这个套机子 就是咱们上一次的 那个套机子 是不是应该再去检查检查 有没有数据到来了 这个判断 新的客户端是不是到来 这个是不是判断 是不是有没有新的数据到来了 那么因此 你外边在循环的时候 它并没有执行到几句话 是不是导致了 这个数据 是不是绝对不会再去执行了吧 那这就废了 怎么办了呢 把这个东西挪出去 不能放在这个里边 那么干件什么事情呢 我挪到外边 可不可以呢 来 我再摸一下 我挪到外边 意味着什么 我挪到外边 注意看 有客户端到来吗 没有 这句话打赢了 这句话打赢了 Else你不执行 接下来继续执行 receive 请问 你连new socket都没有返回 只是没有定义 哪来的receive 你说是个道理了吧 此时必挂无疑 必死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就不是咱们想要的 那同学应该怎么多呢 如果说 大家思想一个问题 我先有个列表 比方说叫client socket 我先有个列表 等于list 请问同学们 我是不是先定一个列表啊 我定这个列表 射成非堵色之后 我把它扔到列表里去 请问 列表里边 现在是不是就有了一个了吧 有了一个的时候 我接下来什么时候 再去执行这个东西呢 我接下来for循环 for 比方说client client下回线socket 然后in client socket list 我把这个东西往这引挪 然后把这个拿过来 替换成它 这个时候又变成了什么呢 来我给大家摸一下效果 看上啊 看清楚了 我说效果了 执行到这的时候 客户端有可能没来 没来就产生异常 所以说这个地方执行 这个地方执行 这个就不执行 请问同学们 我接下来for循环的时候 列表 刚刚是不是空列表 空列表循环吗 不循环 好了 我再来一遍 没有 再来一遍 没有 再来一遍 没有 请问没有的时候 是不是这句话 一停不停 再答应这句话了吧 好了 我就一停不停 一停不停 一停不停 再答应这句话 那么当 我某一次在去 执行这句话的时候 偏偏来来了一个新的客户端 请问 我是不是就不产生异常 不产生异常 我就干这个事 请问这个事是什么 把这个新的套戒子 是不是上了废子子 设置完之后 我把这个套戒子的引用 扔到列表里面去 我接下来 这个执行完之后 请问我是不是要付我循环 我刚刚添加了一个 请问此时的列表里面 是不是只有一个元素 我接下来执行完的时候 此时的这个变量 Client Socket 取出来的是不是 刚刚你添了里面去 那个 我接下来 我说你有数据吗 他说没有数据 那没有数据 我接下来这个吧 好了 现在 有一个监听套戒子 有一个列表里 列表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 将来咱们接收的数据的 一个套戒子了吧 两个了 接下来 下面没有代码 我well true 再来的时候 请问这句话 是不是在等待 一个新的客户单到来 假如说没有新的客户单到来 你又产生了这些异常 好了 这个地方产生异常 是他产生异常 我的付我循环有影响吗 没有任何影响 请问我付我循环 接下来的意味着什么 我把你上一次的套戒子 取出来 我看看有没有数据 有 我就收 收完我就操作 没有 我就再接下来异常 完了 因为这个列表里面 只有一个 好了 我再来一次 当我再来一次的时候 一个新的客户单到来 请问 这个没有产生异常 是否也就意味着 我又得到了新的套戒子 我把新的套戒子 扔到列表里面去 请问列表里面 是不是有两个了吧 那么接下来 付我循环 此时循环解释 循环两次了吧 我第一次 我问一问 刚开始的那个套戒子 有没有数据 有 我就收 没有 那就拉倒 我再循环 我问问第二个 刚刚的一个套戒子 有没有数据 有 我就收 没有 我是不是就产生异常 请问同学们 到现在的为止 我用一个箭头的单进程 单线程 我既可以问 坚定套戒子 我也可以问列表里面 所有的 你刚刚返回的 这个套戒子 是吧 我最终 是不是得到了 一个什么特点 我问问你有没有数据 有 心里科幅大道了 我问一问 你这个负务循环 这个列表里面 这个套戒子 有没有数据 有 就依偿的收来数据 没有 请问同学们 是不是依偿的数据 还没有到来了 大家没发现一个特点 现在 我用一个单线程 单进程的一个程序 是不是就实现了 我监听多个套戒子 咱们那会儿也说过了 你之所以用多线程 多进程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一个地方 只要执行到receive 是不是他就卡 我为了这个卡列兹 不影响的 其他的口端的链接 我是不是他用多进程 多线程 那么既然你用多进程 这个单进程 单线程里边 把他所能废读出来 把返回这所能废读出来 请问将来 是不是一个单进程 单线程的一个任务 实现了检测多个套戒子 这个道理吧 最终也就实现了 将来咱们要是看到这个效果 单进程 单线程实现HTD服务器 好了 接下来花五分钟 同桌之间 离一下我刚刚所说的这个过程 他和多进程多线程 区别到底在哪 谢谢你 is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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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opa